今次C19的影響 現在才是開始 經濟情況絕對是不樂觀的 美國在過去幾個星期 他們失業的人數 去到二千多三千萬 其實它的速度不是速度 而是速度 是很厲害的 因為如果你比較 在上一次金融風暴 2008年的時候 他們差不多有100個星期 才有8.8萬萬 有880萬人在美國 其實最大的影響 就是整斷了供應鏈 因為現在世界上 沒有一個地方 可以全部做完 一枝鉛筆都做不到 你不用說一個電腦 或者一個手機 所以如果這條鏈斷了 就是很大的影響 我們最大的部分 在香港的GDP 其實就是 是Logistics那邊 是Transport and Logistics 差不多是三四成 我們整個GDP 那裡如果斷了供應鏈 或者少了旅遊方面 那裡一定會有影響 全球化 我覺得不是一樣 可以停止的事情 好像美國這樣 就打算是要跟中國 所謂Decouple 是要分開 是不可能的事情 疫情之後 Decoupling就更難了 因為公司少了很多錢 那你叫他再次投資 去一個新的地方 去搬廠 去再做這些事情 他們是不會做的